蕭文貴先生 雄文貴先生 雄文貴先生 那接下來是恩恩他今天會來談 死刑替代方案公民審議的這樣子的一個民主實驗 那也基於他的實驗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會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或者是說他會有很多就是沒有想像到的地方 那接下來聽恩恩來說說看 專名蔗輝來參雄 這個實行替代方案的公民審議 好大家好 我是許恩恩 恩恩是本名 我現在是清大社會所 碩士生 碩士生 好 我的題目是民主實驗 實行替代方案公民審議 好 就是 耳池就是現場 可能多數人 就是我也是資訊麻瓜 然後 其實這個專案跟科技 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剛剛 施改國師會議還有網站 我們的網站只是哪一天 報名表的 就我們沒有網路討論區 所以其實跟科技 真的是扯不上什麼關係 但是大家如果覺得 這個專案可能可以有些關係 歡迎在slido給意見 然後 有些人 就是提醒一下slido是UE30 就大家可以在上面提問 UE40 對可以在上面提問 好 但是為什麼就是 我覺得今天就還是可以來跟 在這個場合 在公民科技為主的這個 G0B的這個場合 分享這個專案呢 我覺得有兩個共通點 一個是其實我們在談公民科技 然後G0B的核心價值 有很大一塊叫做開放 那其實待會介紹的這個專案裡面 也會看到 作為一個民間的NGO 作為一個社運團體 其實他們也某種程度 開放了他們自己的組織 然後來進行這個專案 另外一部分是技術 在我們這幾天的summing裡面 大概都會聽到比較多是科技 當我們在談技術的時候 才談科技 但是其實在另外一個場域 其實在做所謂的審議式民主 或所謂的討論 政策討論 議題討論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些審議的技術 那技術通常會被我們期待來解決一些問題 但有的時候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所以另外一個層面 在我們這個專案裡面 也會有一些審議技術進場來幫忙的部分 當然有它的好處 也有它的局限 好 那因為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台灣的狀況 所以我講一下 台灣是少數還有 法律上還有死刑的一個國家 那而且我們也還有在執行死刑 今年就有執行一個死刑 那我們採用的方式是用槍決的方式 是有一位罰警 然後瞄準犯人 然後射擊 那這個是台灣的刑場 那不管是以前就是比較嚴謹的一些民意調查 或者是媒體可能比較隨意做的民意調查 結果都不會差太多 台灣人的民意是大概有八成左右是支持死刑的 也就是說是反對FACE的 對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有一個非常激化的現象 就是當你要討論FACE的時候 你要面對的是其實有高到八成的人 他們的意見都非常的類似 那少數的人可能會不敢出聲 那所以就是常常要進行討論的時候 就會有群體激化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在這些背景之下 有一個組織叫做台灣廢除死刑 推動聯盟他們就想要去進行一個專案 那這專案我用一個影片來介紹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不好意思 沒有這個影片沒有英文版 所以可能要麻煩Colee 欸 她好像沒有 還有人 這些場景或許不陌生 正位節目名罪討論死刑問題 沒有證據 怨言 無謀欄罪罪 一次動作提示案件發生 FACE中就會被介入負責 保護罪充滿著仇恨 2010年保護召開陪众男公公兵會 討論你們的行程被問了後 結論都還給我證明好了 第二天保護獎領及簽署死刑執行令 公兵會只是做作樣 但 移行真的不能討論嗎 是實在其他反對移行的人 真的是極端對立嗎 有沒有一種讓大家能力對話 討論的溝通方式 你曾經過公兵的聲音嗎 公兵的聲音不是辯論 不是一大小聲 不是講家話 它是一種民主參與博士 希望能達到民主深化的努力 它的精神是 無論支持或反對某項語章 參與者都應該用開導的態度 在願意接受相關的資訊 以及這些資訊基礎上 要達同時的意見 因性討論 互相理解 同時思考如何產生相關政策方向 並且往前來預定 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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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的 方面向考量是必要的 那這個計劃是由一個NGO推動 並不是政府 政府沒有做任何事 就是民間團體叫做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那他們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團體 因為台灣人大部分都很討厭這個組織 因為覺得他們在推動很邪惡的事情 他們會造成台灣的犯罪率增加這樣 但這個組織其實非常的小 他們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力 就是少少的幾個人 小小的辦公室 但他們做的事情非常多 就如上面所述 包括一些個案救援 律師培訓 研究論述 包括今天其實同一個場次他們也在舉辦研討會 那公民審議計劃其實只是這個組織的其中一個專案而已 那我自己的角色呢 其實我並不是費死聯盟的工作人員 就如剛才所說 我是一個碩士生 我是個學生 但是為什麼我會來報告這個 因為其實他們某種程度是很開放的 讓像我這樣子不是費死聯盟的人 進場來幫忙這個計劃 那我幫忙什麼部分呢 就是大家知道公民審議裡面其實有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就是引導討論的主持人 那其實我就是在這系列的活動裡面 擔任主持人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但不只是現場主持 還包括前期的籌備和培訓這樣 那這整個計劃有三個時期 籌備期其實籌備了非常久 各地因為要辦說明會 因為希望可以全台左透透 那也辦了一些模擬的場次去測試我們的討論工具 討論技術合不合用 那也有很多內部的主持人訓練 那執行期其實現在還在執行中 現在看2018年今年5月到明年5月就是執行期 希望可以辦完30場 包括一般公眾場 特殊關係人場還有校園場 那最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組織 他們其實最後還是要做一個倡議 所以最後希望可以有一個結論報告產出 那這個結論報告產出之後 要去做政策可行性評估跟人權評估 那當然配合其實配合選舉的時程 希望在那個時候是形成 可以對政治人物形成一個施壓 這大概是整個計劃的一個三個時期 那截至今天為止已經辦了10場 那有打過的就是有辦過的 可以看到從北到南 然後其實接下來東部的場次也會舉辦 那特殊關係人場已經舉辦了兩場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些就是具體的資料 但是因為簡報 就是大會規定簡報很早就要交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只完成了六場 所以以下的數據是用六場的數據來呈現這樣 那六場就是一般大眾場 這六場裡面實際到場的人 說實際到場是因為很多人報名沒來 那實際到場有102個人 102個 然後男女比例基本上非常平均 那大概有一半是1990後出生的人 就是年輕人 然後以上是擁有大學學歷 這些來報名的人 可能各位會非常的好奇 FACE聯盟這麼旗幟鮮明 立場鮮明的團體 是不是吸引到的一定是同溫層 一定都是支持FACE的人才會來參加呢 那其實不是 而且我們也很努力 希望可以有些不同意見者可以來參與 那在報名的時候明確表達支持 反對FACE的就是支持死刑的有15% 那很多人其實是填沒意見 但是就我們舉辦前面幾場的經驗 如果你在報名表填你對死刑沒有意見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會對FACE這個立場 採取比較懷疑的態度 也就是說他可能還是比較傾向死刑的 所以如果把這些人加上去的話 跟我們不是同溫層的 也就是說他不支持FACE的 大概有3乘5的比例 那我們的討論設計是這樣 就是審議討論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是 要先有一些充足的資訊 然後在這個資訊基礎底下 我們再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有兩個階段的討論 兩階段都是先演講 消毒討論大場 然後再演講 小組討論大場 都是這樣子的進行方式 那小組討論完報告結束之後 大場的工作就是像這個白板這樣 這是我自己寫的 然後就是會把大家的意見做一個收容 把真點做一些釐清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小組討論裡面 兩階段的設計 第一階段就是討論我們的主題 實行替代方案 第二階段討論配套措施 那這個用意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不能只有單純的討論替代方案 其實很多人反而是對配套措施 就會有更多的興趣 或者他可能沒有辦法決定 到底他覺得什麼替代方案比較好 可是他知道很多配套措施 應該要改應該很重要這樣 所以設計了兩個階段的討論 那我們用了一個有一點複雜的討論方式 就是我們設計的表格跟三個圈圈 那第一階段的討論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把一些國際上比較常見的替代方案列出來 包括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 跟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那無期徒刑跟終身監禁的差別 就是說無期徒刑其實可能還是在某一個年度之後 它可以申請假釋 但申請假釋不一定會過 但它有這個機會 那終身監禁就是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就是關好關門關到死這樣 那所以我們第一階段的討論 就會對這幾個方案進行 就是說去收集它支持或反對這些方案的意見 但是也包含一個其他這個選項 像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邊刑是一個選項 或者是流放是一個選項等等的 或者他覺得死刑還是有它不可取代的價值 那我們還是保留這樣的空間 第二階段的配套措施 我們基本上分成三類 遇政改革 被害人保護 還有犯罪預防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這個表格很死啊 那有些意見可能沒有辦法呈現上去 那像是可以看到這個裡面 這中間就有 我們都會跟主持人說 如果它的意見 它沒有辦法很明確的 譬如說對終身監禁表達支持或反對的意見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貼在中間 就是我是保留 但我對這個方案還是有些想法 還是可以有一個位置給它呈現 那為什麼要用三個圈圈來討論配套措施 因為有一些意見有可能是介於兩個領域之間的 所以用這個表格只是為了比較好 用來歸納我們收到的意見而已 這就只是一個工具的運用 那實際上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便利貼然後海報紙等等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方式 一點都不科技 那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東西 其實是因為我們希望辦很多的場次 然後其實時間很有限 然後每個人其實對於死刑 他會有非常多 包括個人經驗啊 情緒上的一些表達等等 我們很希望這些東西 雖然我們都知道這樣的討論很有價值 可是還是會希望可以收到很具體對於方案的想法 所以設計一個比較有結構式的討論流程 可以建立多場次的一致性 比較有助於最後來整理成果報告 那為什麼要以小組討論為主 其實是因為今天如果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二十個人 很有可能就是被少數的人拔持 就是少數的人講話 其他有人可能就只是來聽等等的 可是小組討論可以盡量讓每個人都講到話 所以我們是以小組討論的方式為主 而且每個小組都配有一個經過訓練的主持人 好 那我很簡單的要講一下 目前六場到八場 這一般大眾場裡面 大家好奇就是他們到底討論了什麼 可是因為大家的意見非常的複雜 很多元 所以我只能講一下比較多人的看法是什麼 在這幾場的討論裡面 支持長行期 不管是有期徒行 還是無期徒行 作為替代方案的人 大致上是以 就是還是要覺得要矯緻受刑人 然後以他們可以回歸社會作為前提 那其中又以支持無期徒行的人比較多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有期徒行 太輕了 沒有對犯罪有嚇阻的效力 那也有人支持終身監禁 不可假釋作為替代的方案 支持這個方案的人會認為說 他對於刑罰的想像最主要是隔離 只要把犯罪者隔離了 其實不一定要把他殺掉也沒關係 那大眾可能也會比較接受這樣子的方案 但是也蠻多人會覺得說 這種終身監禁的制度可能比死刑還要更殘酷 因為你不讓他 就是不讓他死 然後讓他在監獄待一輩子 他可能會耗費更多的成本 那在配套措施的部分 非常非常多人幾乎每一個長次都有被提到 就是假釋的審查目前是非常的不公開的 非常的不開放 如果你想要去找假釋相關的資料 幾乎是不太找得到的 那還有蠻多人會覺得這個假釋審查過程 要有第一線的工作者的意見 然後監獄矯正功能不足啊 然後環境不好啊 資源分配不足 然後教化的功能 職業訓練的管道等等都要改善 被害人相關的組織支持的資源也不夠 然後蠻多人有提到的是 不只是被害人家屬而已 其實受刑人的家屬 也就是那些犯罪者的家屬 他們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人 那他們也必須要得到支持 那當然更大的社會安全網 輔導系統 然後私改 媒體改革 公眾教育 非常多的長次都有提到 這大概就是很簡略的講一下 大概每個長次都會有人提到的內容 那我們還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很多的審議民主研究或者是計畫 他們都會做前測後測 因為它有一個假設 審議民主有一個假設 就是人經過理性的討論之後 你的偏好是有可能被改變的 那我們沒有做前後測 因為我們知道一旦 我很怕時間超過 就是一旦要人家填問卷 其實你參與討論的門檻就變高了 因為你會覺得你好像某種程度在被實驗 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收集這個東西的做法 是我們在整個活動結束之後 去請他們挑選不同顏色便利貼 主動的去選說 你今天來討論之前跟你討論結束之後 你的意見有沒有改變 你對替代方案的想法有沒有改變 我們是主動讓他們去做這樣子的表態 那可以看到有86個人 剛才有102個人參加 有選擇回來貼便利貼的有86個 那其中有變化的有24個 然後意見沒有變的是62個 那沒有變化裡面大部分都是支持無期徒刑 也就是說他本來就支持無期徒刑 討論完還是支持無期徒刑 有變化裡面的各7個是從終身監禁改成支持無期徒刑 然後還有其他 其他其實通常就是他沒有辦法決定 他不確定要什麼替代方案比較好 但最後也支持無期徒刑 就包括說剛剛有很多的工具很多的表格 但是我們其實不能忘記我們討論的初衷 是讓死刑成為一個可以被討論的議題 可以讓大家對於這個好像平常 跟父母一講起來就會吵架 跟朋友一講起來就要三人好友 這樣子的議題 或者是什麼誰Face我就殺你全家 就是這種網路上會出現這樣的留言 真的真的有 或者是對Face的工作人員說 就是我去殺你家人 看看你會不會再繼續支持Face 這麼艱難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來進行討論 所以不能被這些工具所限制住 那再來就是參與者白白種 就是包括還是有人來佔你 就是還是想要去討論死刑存廢與否 這個大問題 或者有時候很困難是個人生命經驗 那也會有一些嘲諷式的語言 譬如說好你支持Face你就比較高尚 之類的 那出現這麼多討論的時候 主持人要怎麼處理 就是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做內部的培訓去模擬這些情境這樣 然後我自己覺得到目前為止 三分之一的場次遇到最難解決的 其實是歧視性的發言 因為有些歧視性的發言 它可能是事實上有錯誤 譬如說是不是精神疾病或是身心障礙者 特別容易成為犯罪者 有些人還蠻多人會這樣想的 但這就是一個事實上的問題 可是如果它的表達不是這個樣子 它就是有一點imply 就是它有點暗指說 好像精神疾病可能會是一個潛在的問題的話 這種時候我們到底是要做為主持人 或做為主辦單位 我到底是要去介入跟他講說 不是這樣 還是說我們讓討論繼續進行 因為這是一個審議的場合 是一個平台 作為社運組織雖然有很鮮明的立場 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打斷審議的討論 這個是我們在中間有很多拉扯的一些情境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別的啊 就是報名的沒有來啊 然後臉書 就我們就是你知道 來參加討論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準備小禮物 就可能是一個護唇膏或是一個什麼 然後就會有人到我們的活動業篩報說 有錢幫我們準備小禮物 為什麼沒有錢去養那些犯人 監獄裡的犯人 就是會有各種這樣子的謾罵出現 那大家以為只有反對Face的人才會來站嗎 其實也沒有 那種很支持Face的人也會來現場站說 你們用這種方式討論沒有意義沒有用這樣 那監鎖人員場其實非常的特別 但我這邊就會先不多講 但網路上常常會看到誰Face 我殺你全家 或我殺你妹 看看你會不會就是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會是女性 或是說我尖殺你 或是尖殺你的誰 就是你還會不會支持Face 但是我要說就是其實 我們沒有遇到這種人啦 就是辦這個活動其實不會被殺也不會被砍 也沒有人真的來就是現場 就可能見面三分情這樣子 好那那身為主持人就是 我其實不是Face野萌的工作人 但他們的名片很漂亮 但我要說其實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看到非常感動的是 原本一直在做倡議性工作的人 原本他們其實每天都是在說服別人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有在過程中有非常多的改變跟學習 如果對NGO工作者的改變有興趣 大家可以再多講 那他們也有分享了一些在舉辦這個審議的一個相對開放的一個討論過程當中 其實有給他們一些刺激 然後包括面對面的討論其實讓他們更清楚 每個人在意的那個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Face的那個點 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講出來 那其實走出台北也非常重要 很多NGO都在台北 就是走出台北就找不到人這樣子 那其實這件事情政府應該要做 因為政府簽了兩公約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要往Face死刑的方向去做 至少你沒有辦法忙Face 至少你要做研究 至少你要開啟社會對話 但是沒有 這件事情現在是一個很小的NGO在做 那有很多檢討啦 就...就...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也是大家會挑戰 其實我們真的還是遇到所謂的同溫層為主 因為會來參加 願意參加Face聯盟的活動 他某程度至少是願意溝通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過程中我也很有收穫的一件事 即便是同溫層 難道我們真的有跟那些同溫層都有充分的對話過了嗎 其實沒有 所以光是跟同溫層不同縣市不同地方所謂的同溫層討論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一個滿大的價值在 但是對於更廣泛的台灣那八成的社會大眾而言 這個計畫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這是可以打一個問號的 那當然錢還沒到位然後等等的 那如果還有時間可以說一下 但是就沒時間說了 那這份簡報有放在就是HackMD的那個共筆 也有放在slido上 然後更多問題大家可以提問 好謝謝 好謝謝恩恩 然後也請下一個講者要準備上來 下一組講者要準備上來set up 然後slido上面如果大家對於別人的提問覺得也想要聽的話 那就是也想要聽台上講者回答的話 那可以就是在旁邊按讚 那讚數多的我應該就會就是先講這樣 然後如果你有特別想要請問哪位講者的話也可以就是寫一下就是to哪一位講者 那接下來等一下先講一下 剛剛恩恩說的就是它裡面其實有很多技術性的東西 但都並不是以資訊技術的方式來運作跟呈現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我也一直在跟他討論 就是很多事情人跟人見面的時候是不是跟透過資訊科技會在交流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資訊科技能夠取代或者說能夠再參與在所有的討論裡面 那當然就是FACE聯盟這個替代方案審議其實是相對來說就很比較小的 那我們比較小的一個討論跟實驗 你有沒有聽到這件事情 你明明知道很多事情 我真的沒有想念 你看一下 這 zabez關於是 最多的一件事 我會想知道